字幕志愿者 从头到脚 很多的女孩子 都觉得说 我怎么样可以 变成别人眼中的公主呢 不要担心 现在市面上 有各种各样的小物品 可以帮助你 不管你想变成Cinderella 还是Fiona 都可以 那这些小物品是什么呢 要怎么样 好好的使用它们 不然小心 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我们就要请教 三位美丽又知性的 我们的小公主 谢谢 那三位专家是不同的公主 不同型的 真的吗 而且现在网络上 不是有很多辣妹正妹吗 然后就会有 before after 就是弄了之后是这个样子 怎么卸掉之后是那个样子 那就是有赖这些小物品 来帮她们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让你成为公主的梦幻小品 假睫毛 双眼皮贴 水晶指甲跟瞳孔放大片 或变色片 为什么 为什么我都有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是标准的公主 不是 我也没太该先了吧 怎么会这样 OK 好 那就先来看看 这一些其实都 还蛮常见的 对不对 眼睛有没有深度 有没有灵魂 你那个一眼望去 觉得什么一连幽梦那种感觉 就来自于你一眨眨眨 那个睫毛的时候 要这样闪闪闪 你会觉得我很 记目很多小朋友 那眼睫毛长得可以放火柴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就很奇怪 我的睫毛就很不长进 就很短 所以自从我讲睫毛之后 我觉得这人生真的变彩色了 可是我觉得我还不是最严重的 之前我们听说过 有些那种演艺圈的 那个女生就更爱 其中有一个天后级 小天后据说她才是超爱夹睫毛 你知道她爱到什么程度吗 她后来她已经是很神奇 她都会自己 她不是只带一层 据说她大概都带三层 可是她不会三层到层层叠叠 因为那会眼睛重到打不开 因为曾经有化妆师 帮我弄三层 之后我就说 我眼睛太重 打不开 对 所以她不是 她还会自己 比如说我先用什么 交叉漆当底 然后再用726什么重几戳 然后再什么 在哪里再补 所以是三层 那就叠成非常漂亮 然后完成她的杰作之后 眼睛如果从本来一条线 就可以变成大概有这么大 就变很大 她最妙的地方是 害宝贝她这个睫毛的 据说有一次 她去她的姐妹淘家做客 然后就卸了睫毛嘛 回家之后忘记带了 她还打电话跟她姐妹淘说 赶快把我的假睫毛送回来 因为她自行自作完毕的 她的姐妹淘也是一个大明星 还用卫生纸帅 把她收好包起来 捧到她家去给她 因为她没有睫毛 她觉得活不下去 是 而且就是眼神的确会差很多 你素颜跟她那种假睫毛 有没有放电 真的 而且化妆师就八卦说 她觉得那天后一直换男朋友 应该都不小心看她没有睫毛 所以眼睫毛就是有神又大 但是要小心 要很小心 因为我曾经在门诊 就看过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睫毛 假睫毛撕下以后 可能眼睛眼皮稍微有一点伤口 结果呢 没多久 我们以为是胶水的湿疹 那擦湿疹要擦半天 结果那个红肿越来越大片 后来去检查 发现它是长霉菌 就是眼皮 眼皮这样一圈 正好到眉毛这一圈是红的 长霉菌 那所以这个东西在撕的时候 我觉得问题不是 不只在贴啦 贴就是那个胶水 可能要注意它会不会敏感 可是最大的问题 常常是在撕的时候 那在撕的时候 如果说像我们这种 我跟肃清同一国的 我有时候粗鲁粗鲁 就把它拔掉 那其实你真的用拔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时候会痛 所以就是有一些皮肤 它会被撕破 然后有一些隐形的小伤口会产生 那我刚刚讲到 这个年龄层越来越低 其实是令人担心的 虽然说这些小女生 我也不知道这么小 要这么有魅力要干嘛 这样这么小素颜就很漂亮了 拜托 她们多角柔造作 这些小女生 你知道她们不但 她们很奇怪 她们一定要戴头发来 跟她们夾睫毛 而且她们戴的是什么 我是怎么说她们做做 她们现在流行 再戴一个无框眼镜 又还有Hello Kitty 那你明明已经戴了眼镜 然后那个睫毛会穿出镜框 就一定要戴 对 其实她们已经很有魅力了 可是她们一定要这样贴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爱漂亮 但是站在健康的观点 都会觉得说不太需要 这么小那脸皮就有点被揉灵了 对 对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使用 假睫毛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卸的时候 是有相当的技巧 比如说我们平常卸妆很快 三两下都可以卸完了 可是我们在卸睫毛的时候 一定要让那个化妆棉 沾一点点这个卸妆水 然后敷着 一会儿让它渗透 让这个胶比较松动 你才可以慢慢把它拿下来 否则其实这个东西 是很容易受伤的 然后睫毛本身的品质 睫毛毕竟不是消毒物品 我还见过有的人 他就是觉得说 他今天又要卸睫毛 明天又要去上班 又要戴很麻烦 他就直接戴着 戴好几天 戴好几天 你眼睛的分泌物什么 统统沾上去了 我想这个眼科医师 可能会有话要说吧 对 所以这个戴假睫毛 应该常看到 不当使用而发生眼睛的状态 对 通常是因为戴的时间 就是说没有注意 或者像廖医师讲重复戴 而且有的人刷上睫毛膏以后 那一部假睫毛再重复戴 而且一戴就好久 那眼瞼就容易发眼了 容易长生眼 我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这真的是很扯 我自己发生的 那天其实睡很饱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通常是有戴隐形眼镜 戴完隐形眼镜 那天要出假睫毛的时候 就出 贴到我的眼睛里面去了 那还好眼睛一大部分 通通有隐形眼镜保护着 那一副眼型眼镜就烂掉 丢掉嘛 可是真的这个眼镜里面 其实没有盖到 眼型眼镜的地方 真的是很刺痛 那个胶其实是很恐怖 大家要小心 不要跟我一样 眼睛很快 戴到眼睛里面去 如果胶跑进去 其实就像化学镜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 那像最近除了假睫毛 还有流行那个中睫毛 中睫毛或接睫毛 其实也一样 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它接了或中了之后 那个睫毛根部会有点分叉 那会往内压到 我们的黑眼珠或白眼珠 所以当这个睫毛去刷到 我们的眼角膜表层的时候 会形成伤口 那有时候 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又继续戴这个同工半大片 对 所以常常会导致就是说 除了合并睫毛倒叉 慢性眼睛炎 长睁眼 然后又合并角膜的发炎溃疡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在门诊算 遇到比例很高 年龄层大概是 她明明因为我眼睛感染 所以我把它卸下来 我们来看医生还是这样子 门诊都是这样 很多只要是不是 那就算了 医生赫然发现 她的假睫毛 因为你看就像小天会 她流行不只带一层 是 她的假睫毛里面 居然卡了一只蟑螂脚 蟑螂脚 我以为你 那有时候 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又继续戴这个同工半大片 所以常常会导致 除了合并睫毛倒叉 慢性眼睛炎 长睁眼 然后又合并角膜的发炎溃疡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在门诊算 遇到比例很高 年龄层大概是 大概学生开始 然后一直到上班族 普遍大概都 非常地常见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上眼皮 上眼睛有假睫毛 还有下面的假睫毛 下面那一排居然可以带假睫毛 这样才会变成娃娃 对啊 这样擦出来 对啊 那我就像那个 那个斑画里面走出来一点都不像真实的人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刚才他们讲那个最可怕的问题 就是回收使用这件事 因为你知道刚才讲年龄层越来越低的时候 事实上假睫毛虽然一副看起来不贵 但如果每天要换就真的很贵 因为一盒就是几百块了 所以这些小妹妹通常都会重复使用 那重复使用 就是真的没有做好清洁就很可怕 之前有一个眼科医生啊 他就说他遇到一个小女生啊 反正来也是那个眼睛就感染 那他想说感染得这么严重 结果一看 你知道吗 他还带着假睫毛 他带着假睫毛来喔 他明明因为我眼睛感染 所以我把他卸下来喔 来看医生还是这样子 门诊都是这样啊 很多这样是不是 那就算了 医生赫然发现 他的假睫毛 因为你看就像小天后一样 他流行不只带一层 因为他的假睫毛里面 居然卡了一只蟑螂脚 蟑螂脚 我以为你不要告诉我有重卵 是卡了一只蟑螂脚 他就说可能你就是摘下来 就放那边嘛 然后可能什么灰尘啊 什么都会盖上去 然后早上拿起来就 因为他觉得他昨天卸下来有洗嘛 那弄在旁边他也没管 旁边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 可能妈妈打扫啊什么 他就掉进去 不是掉进去的啦 那一定是蟑螂爬在上面的时候 脚被扯了 你说被黏住了 脚被扯断了 OK 所以这种就是眼睛不发炎 也真的是很难 所以通常像这种状况 眼睛要休息多久才能够再戴 如果已经有慢性的眼瞼眼 或已经长睁眼 其实我们会建议他就休息一两周 然后接受一些治疗 然后注意平常的卸妆清洁 那要到完全没有发炎的状况 才可以再戴 如果你跟你的那个病患这样说 通常这些漂亮女生的回应都是什么 通常初期如果不严重 他会说好 但是隔一周又来 然后你再问他就很别扭的说 其实我有偷戴 继续戴 对那之前我遇到一些友台的主播 他也是 但是因为他没办法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啦 所以变成他为了遮蔽这个发炎 然后他的妆上的有更浓 所以他会一直恶性循环 所以他的整个眼皮就是长满了针眼 然后整个那个眼皮当假睫毛卸掉之后 那个眼颜根部的那个油脂孔的位置是整个红肿的 就是肉眼看就是整个很红 那睫毛也充血 所以就说不要为了一时的美丽 然后赔掉了这个永远的健康 钟医师就要教我们说 经常戴假睫毛的女孩子 我们怎么样在平常保养眼睛 是 之前在睁眼有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用西式的婴儿用洗发精 那今天要再更详细地教大家 怎么调治的步骤 首先要准备就是一定要婴儿用的洗发精 就是滴到眼睛不会痛的那种 因为它不会敏感 然后导致过敏 然后不流泪的配方 那为什么要用洗发精 不要用沐浴乳呢 因为我们的睫毛跟我们的头发 头的那个毛发的去油力 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用洗发精 婴儿用的洗发精 对于这个睫毛根部的这个 因为我们皮脂腺根部有 我们的睫毛根部很多分泌油脂的线体 那当它经常被这个假睫毛的胶 或者是彩妆的粉彩的这个颗粒阻塞之后 它这个线体的分泌会阻塞 那如果细菌感染了 久了就会变成针眼 所以我们要定期帮我们的眼瞼做大扫除 那当然每天的清洁卸妆是基本的 一定要彻底 那可以每一周可以做一到两次 或甚至是每天做也都OK 因为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方法 那我们要准备婴儿用洗发精 还有一个干净的煮过的水 或者是矿泉水也可以 那我们准备一个小凉杯 或是家里如果有针筒 或者是那种有颗度的滴管也OK 那我们原则就是说 婴儿用的洗发精比例是一 那水的比例就是十 所以如果像我们今天把它加在这个凉杯里面 我们加里面 快用完了 没有 它比较浓稠 因为这个是没有稀释过 它比较浓稠 像这样的话 这个的量大概是两cc 那我们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 那因为它有点浓稠 可以加点水 对 可以加点水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它 因为这个是两cc 所以这个水的话要大概20cc 那当然因为这个是卸妆清洁用 所以它不用像我们科学实验这样 就是毫秒不差 所以我们原则上这样 这个大概是10cc 然后我们把它加进去 然后再加一个 它的比例就是1比2 1比10 对 所以我两cc的婴儿用洗发精 那这个是20 那我们稍微用干净的棉花棒 再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把它滴到这个量杯来之后 这个里面其实它已经搅拌均匀 那我们就是一定要用眼唇专用的卸妆液 把眼周的彩妆都卸除很干净之后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保养 那我们就是用棉花棒沾取适量 然后就像我们在画内眼线这样 把睫毛稍微根部往上提 然后沿着这个画内眼线 就是睫毛根部的地方用这个棉花棒轻轻的沾 记得不要用力搓揉 不然会搓到黑眼珠 或者是会导致这个 我们的这个脚膜的内皮上皮受损 所以一定要轻轻的沾取 然后可以几次之后呢 再用这个我们平常 敷脸或是卸妆用的这个化妆棉 然后再沾取 擦拭之后最后呢 还要记得要用清水 再把这个西式的婴儿洗发精 再把它擦掉 或者是用水直接冲洗都OK 那因为这个浓度它其实已经比较低 或者是有的厂牌不一样 浓度再稀一点也可以看情况 就是在洗的时候不要有太多泡泡 那感觉没有刺激这样就OK 所以一个礼拜可以做几次这样的工作 一到两次 那如果每天都一定要上假睫毛的人 那会建议呢 它可以每天定期做这个眼检的大扫除 这个对于预防慢性的 那个眼检炎 睫膜炎 还有预防这个长针炎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女生的眼睛有很多的秘密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可以这么大呢 除了刚才的这个假睫毛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双眼皮贴 可能很多男生都搞不懂 什么叫双眼皮贴 对不对 那请素晴来跟我们讲一下 双眼皮贴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女朋友眼皮上有这个 不要再跟她说她沾到脏东西了 因为你近看 如果她闭起眼睛的时候 这个东西叫双眼皮贴 因为有时候沾得妆 有时候她真的会脏脏一条 会会会 对 这个东西真的好流行 我曾经有一个同意 我也一直以为她双眼皮 后来才发现她每天都贴 然后因为有贴 每贴真的差很多 尤其东方女生 如果你不是那种超级抛抛眼 而是那种很薄的沾眼皮 贴起来真超美的 很自然 超 差很多 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几种嘛 超多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材质 还有一种这里没有的 是一条线的 对 就是一条线的 那条线好难用喔 那条线真的很好用耶 效果超好 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剪 不小心剪到自己睫毛 这倒是真的喔 就是不小心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剪或别人剪 不小心都会剪到眼皮喔 不是剪到睫毛 可是用这个双眼皮贴的话 很多人都会觉得 天天贴 天天贴很自然 我就有一个疑问喔 我不知道素卿有没有 比较了解这个心理喔 为什么不干脆去剪 一个双眼皮或缝一个双眼皮就好了 是啊 是 因为周遭有蛮多剪双眼皮剪坏了的 真的 我告诉你我们 那些朋友都曾经想过说干脆去剪 可是其中一个就去剪了 那个剪的人 他是找了一个超级名医 姑且不说他是谁 然后呢 但是他并不是剪双眼皮的名医 他是专场在另外一个项目 但我那朋友去剪的时候没有考虑清楚 他原来专场是别的项目 只想说他超有名 去剪了之后啊 所有的 我们周遭的人说 所以我告诉你用贴的就好了 干嘛剪了 因为很不对称 而且很怪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不够自然 后来那个医生 另外一个医生就跟我说 你错 你同学错怪那个医生 他说因为台湾人啊 有很多人因为你近视眼 那近视眼的时候 有些人其实你视力 或者是你本来有视差或干嘛 你必须 你的眼睛的垂下来或干嘛 其实是你看东西的习惯造成的 所以医生其实有时候要评估你 就是说比如说 你可能视差它不会各样宽 因为你以后才会形成一样 但是割了初期 我们都会觉得丑暴了 所以丑暴的情况下 我们都觉得这样比较 风险比较低 对啦 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初期啦 刚割刚开始可能会不太自然啦 对 会比较 可是我觉得你那个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本来它应该没有很难看啦 对啊 你如果是很难看的 那个差距立即显现 但是如果没有很难看的 那差别就不大 所以不能一直怪医生啦 是 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因为为了要有很漂亮的双眼皮 所以就有发明这种双眼皮胶嘛 那因为双眼皮胶的材质 都各有不同 的确是 尤其是 当我还是在播新闻的时候 每一个主播都贴双眼皮胶 不管你的眼皮有多大 都一定要贴 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看起来还是会深邃啊 深邃啊 眼睛就会像那个洋娃娃一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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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为有些如果说贴得太大的话 其实你近看就很不自然 对 因为就是你眼皮到底有什么拿下来好不好 这样子 所以双眼皮贴 它可以远看啦 所以双眼皮贴有很多材料跟颜色 有的它是肤色的 对 有的像透气纸胶 透气胶带可以剪 对 那有的它真的整个就像一个塑胶片 那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 所以因为每个眼皮薄厚不同 而且是像这一款的我从来没见过 真的喔 简直就是硬硬的塑胶棒 这怎么用啊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这就刚刚讲的啊 我说的这个 其实这个是最自然的 而且过敏性最低的 为什么 因为它接触眼皮的地方 它那什么材质啊 只有一条线 它还是一样就是那些粘的塑胶 但是你可以把它拉长 那你拉长的时候呢 就把它贴在这个眼皮上面 眼皮就出现了一个凹痕 就是有时候会看就是很自然 看不到那一条 而且其实这个的好处 是过敏的几率比较低 因为它整个贴到 我们的眼皮的这个面积 缩小很多很多很多 它只有一条线的一个范围 那就算你要撕下来 你也比较不容易 就是撕到整个这个眼皮的角质 是 对 所以这个如果说练习得好的话 其实用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就像书伟说的 你用的时候你要剪这个旁边 那这个要一些技巧 是 要一些经验 要小心 对 要小心 如果常常贴双眼皮胶 会造成眼睛什么样子的问题 如果是泡泡眼油脂很多 那我们就建议可能要割 因为要稍微有点抽脂 把一些油脂拿掉 然后再去缝会比较好看 如果这种泡泡眼用缝 就感觉好像两个眼皮挤在一起 那就不自然 那就会很加杯了 对 很加杯 真的很加 所以这个如果说练习得好的话 其实用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就像书伟说的 你用的时候你要剪这个旁边 那这个要一些技巧 是 要一些经验 要小心 对 要小心 如果常常贴双眼皮胶 会造成眼睛什么样子的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皮肤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直把胶带贴在我们皮肤上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点的经验 就是我可能受伤了 贴OK泡或是贴胶布过敏 或是说看过家人朋友贴这个药布过敏 那周围皮肤整片肿起来 其实双眼皮胶布也同样有同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恐怕是最大的风险 那至于它会不会像假睫毛这样子 你在撕的时候卸除的时候造成受伤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小一点点 因为其实贴住了以后 皮肤它还是会出油 那我们没有在上面涂这个胶水的时候 它的黏着力没有那么好 所以常常等到晚上 也许我们不用卸它自己都快掉下来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接触性皮肤炎 接触性皮肤炎的问题 对 接触性皮肤炎 如果又带了假睛毛 又贴了这个双眼皮胶 眼睛的感染几率会比较大吗 原则上因为双眼皮贴 贴在外面 对 它比较外面 所以真正会导致眼睛里面的发炎 几率其实比较低 但是相对像刚刚书伟问说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坚持戴 其实我们只能有遇到过一个 那他就是每天必备戴假睫毛 还有戴双眼皮贴 那我就有问他 你其实有双眼皮 那他告诉我说 因为他的眼尾的宽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东方人 久了之后 我们没有对称 对 眼尾通常会比较下垂 看起来有像八字眼 所以为了感觉 要比较有朝气年龄 比较年轻一点 所以这个双眼皮胶 它会贴在这个 比较眼尾的位置 所以像刚刚比较新的这一种 因为它是现状 它的附着力没那么强 所以一般为了提眼尾的 通常会贴这种 比较布面 就是硬的这种材质 对 那它的支撑力比较够 但是我就遇到过一个 就是说它每天都贴 贴了十几年 就它后来来 它不但眼皮松弛 它最后是眼瞼下垂 对 眼皮松弛跟眼瞼下垂不一样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老化造成的 应该不能怪这个胶带吧 不是 因为我们的上眼皮 是我们全身皮肤最薄的 所以每天这样拉扯 它其实还是会比较松弛 但是眼瞼下垂 跟眼皮松弛不太一样 我们眼瞼为什么 像刚刚说 为什么有的人有双眼皮 有的人有单眼皮 因为我们的上眼皮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肌肉 叫提眼瞼肌 这个肌肉 它是粘结在我们的 上眼皮的这个周围 周边 这个叫眼瞼板 它的位置 假设这块是那个肌肉 这个是我们的上眼皮 它的粘着位置是 类似像这样 所以当它粘着的位置 比较低 这个人就是单眼皮 它粘着位置比较高 它把它拉起来了 那这个双眼皮 这个就是我们双眼皮的厚度 的折痕 对 那可是呢 这个也解答 为什么素晶姐刚刚说 它贴久了以后 双眼皮跑出来了 因为它每天这样拉 然后呢 它每天都这样 很用力地拉扯 拉扯了十几年之后呢 这一个提眼瞼机 跟这个眼瞼板之间 相对位置松脱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年龄比较大的长辈 它的双眼皮越来越厚 可是呢 它的眼皮呢 再怎么用力 好像有点提不高 像加飞猫这样 它是有点像看东西 对 所以当它的眼皮 再怎么用力 它的这个上眼皮的周边 还是停留在我们的 黑眼珠的一半的位置 它没有办法往上提 那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它会遮住我们的瞳孔 这时候看东西视线 就会造成影响 就像你窗户窗帘 没有把它拉开 所以它一直这样 那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开刀 我们就需要手术 把这个提眼瞼机 跟这个眼瞼板把它复位 再把它提起来 那相对的这种开双眼皮手术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 它就是把原来的位置 把它接高一点 让它形成我们想要的宽度 所以我还是要做一个呼吁 我妈妈以前 她眼睛是很漂亮的 但是她因为就是眼皮后来慢慢下垂 其实慢慢下垂的时候 你贴这个到后来就没有用了 她就直接剪透明的那一种 就是我们贴东西 贴那个香的那个 是风香胶带喔 对... 它直接剪透明的那个来贴 支撑力最强 贴到后来的时候呢 她还是得去开刀 所以我要做的呼吁 那眼睛伤害很大耶 眼皮 对 眼皮啊 而且不只是伤眼睛 因为你知道吗 刚才钟医师在讲一个重点 其实渐渐 你的皮还是可以撑上来 可是你的肌肉整体是往下掉的 所以她其实看眼的时候 她会变成用额头的力量 试图去抬眼睛 去抬这边 所以你的抬头纹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不离这里 不只是这里会发炎 而且这里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还没有呼吁完 我要呼吁的就是说 当你发现你要每天贴的时候 你还是赶快去找医生 眼科医生 对 所以我如果去找中佩真 是因为我真的也整体都在掉 我是要想... 有点快盖住了 是... 没有啦 你真的全部盖住 你要找我了 所以像双眼皮的是 眼科医生也可以处理嘛 是啊 我们眼科有眼整型科啊 就是专门在处理眼袋 跟双眼皮的问题 好 那我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最近很流行什么 定书针型的双眼皮 那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是说双眼皮 以前比较流行西式的 就是我们割的那个双眼皮是 宽度比较宽 那现在是流行比较韩式的 韩式就比较自然 就是眼头的双眼皮的皱褶 折痕比较窄 到眼尾比较宽 比较宽 比较有点类似东方风 那这个定书针呢 就是它并不是真的把它打开 它是用缝式的 像定书针这样定两针 就缝两针 对 缝两针 可能三针 但是它每一针 像定书针这样 是两个线 就是我们一线 一进一出嘛 所以它是 在双眼皮上面 可能有三针到四针 那这一针是两个洞 有点像定书针 它拔起来后是两个洞 所以基本上 它算是一种缝的方式 缝的双眼皮 所以缝跟割 其实每个人眼皮不同 有的人也不适合缝 对 要看他的眼睛 如果是泡泡眼油脂很多 那我们就建议 可能要用割 因为要稍微有点抽脂 把一些油脂拿掉 然后再去缝 会比较好看 如果这种泡泡眼用缝 就感觉好像两个眼皮 挤在一起 那就不自然 那就会很加飞 对 很加飞 真的很加飞 所以其实我们眼 就是脸上的这种脂肪 其实会以味的 对 而且会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的话 就去找一个好的医生 帮你做处理 那如果说你觉得 每天可以这样贴的话 你还是要温柔一点 斯文一点 然后找到好的材质 时间不要太长 好 再来看到第三个 这个梦幻小物 叫做水晶指甲 那现在跟指甲有关的东西 其实很多 什么光疗 水晶 然后什么指甲彩 会很多 那其实这种 到底做久了 会不会对指甲有很大的伤害 会 其实做久了 我们的指甲 健康的指甲 它是厚厚的一层 那很多人在 不用做水晶指甲 光是擦指甲油 他慢慢的就会觉得说 我的指甲前端怎么 比较容易断裂 会 比较容易剥落 然后接下来 卸下来指甲会变黄黄的 那其实这些颜色上的改变 或是说一点点碎裂 还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 健康上的伤害 顶多你就是觉得不好看 或是说你今天 在做事的时候 会卡到不舒服 可是真的 比较严重的就是说 开始做水晶指甲 跟这些光疗等等的时候呢 其实它碎裂的地方 不是只有在前面 可能在中间 那这个时候 黴菌很容易跑进去 那尤其我们去做水晶指甲的时候 我们可能跟大家共用的 都是同一个洗手盆 或是同一个洗脚盆 那这个感染霉菌的机会 会很大 那另外做指甲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 会在这个后面 这个半月形的地方 这一片有一个保护膜 把这个保护膜 用力把它抠掉 把它抠掉 因为指甲 你贴的时候 比较容易密合 可是问题是这个抠掉以后 旁边就少了一个保护层 而且一直刺激我们指甲的边缘 所以这个指甲很容易 变成夹勾炎 那年轻的小女生 她比较没有感觉 因为抵抗力好 可是今天假设 这一个人她有糖尿病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变很严重了 有糖尿病的人 最好不要去做水晶指甲了吧 我真的这样觉得 手脚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对 伤口不容易好 然后伤口不容易好 它可能会变成说脚部啊 它整个有蜂窝性组织炎的感染 那或是说 糖尿病症很严重的时候 你脚部会痛你没有感觉 到最后她受伤太严重 你也不知道 太严重的糖尿病的人 脚如果受到伤害 其实有时候是要节制的 对 危险喔 对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验啊 这真的是一个 让我再也不想要再做 这个指甲的经验 因为其实我是 脚很健康 因为皮肤科医师很注意嘛 那我也没有香港脚 也没有什么 可是有一阵子 做了好一阵子之后 就慢慢开始 脚旁边会脱皮 而且指甲旁边开始会 就是红肿起来 那还会发痒耶 结果自己看半天觉得说 奇怪 我到底长什么 有时候自己在 在诊疗自己是有困难的嘛 然后我就请旁边的那个 皮肤科医师帮忙看一下 他就说你就想 香港脚你不会看啦 我真的得香港脚耶 那后来我一直想 我到底为什么会得香港脚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没有 那就是我自己去做指甲的时候 这些器械全部都是共用的 共用的 都是共用的 那就算它再怎么消毒 我们没有办法 细菌可以被酒精杀死 可是黴菌不见得耶 所以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 就是这个黴菌全部都被清除干净 然后不会得到感染 是 对 从那之后 我这个小物乐趣就减少了很多 所以就是如果常去外面做水银指甲 或是不管是手或脚的朋友 要提醒那个美甲师注意清洁的工作 真的 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健康的指甲 我们还有一定的保护力 可是因为他们常常在黏 然后你那些接着剂 或是不光是去光水 或者他们通常会稍微抹一下 让它好黏 这些动作都破坏 本来的指甲的那个保护力 所以之前 其实你看那个灰指甲 有些美甲师自己就有 因为他们通常帮客户做 他们自己也会做很漂亮 所以之前有个皮肤客说 他看到那个美甲师是时尚 看到他觉得他灰指甲很严重的 他说因为他甚至就是很难治 因为他的整个三分之一的指甲 都是就 甚至已经都快要脱落的那种感觉 他们说非常严重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长期你已经是 这样子很不健康的状态 可是他还是一起自己去做 我们怎么还敢给他做呢 对啊 因为他又继续黏上去啊 因为他贴起来你看不到啊 对啊 那其实这个贴起来 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今天好好的就好 假设你真的很 发生了一个意外 必须要去急救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从假床 来看这个人的这个 就是缺氧 缺氧等等的 其实这时候会看不到也测不到 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末端的这个指头 其实像欧洲人啊 像东方人啊 其实黑色素皮肤癌很容易 从指甲的地方产生 所以你贴住也就看不到 对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定期要把它拿下来 OK 而且你以为水晶指甲只会伤手就错了 其实有些水晶指甲伤到的是 中医师那一科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遇到那种 我有个眼科医生朋友就说他就遇到 因为女生很奇怪 她装了水晶指甲之后 她什么事情还是都可以做 她可以戴隐形眼镜 她可以装假睫毛 然后她什么事都能做 可是问题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并不适应自己有一个过强的指甲 她说所以那个女生忘记了 所以她就是整个划过去 所以她看过史上最严重的角膜障 划伤就是那一次 她说那个整个水晶指甲就划过去 因为她没有记得自己有这个东西 而且因为她的指甲 已经装得比我们正常的指甲长 所以那种本体感觉已经不一样 就是她以为她碰到 还没碰到 指甲已经戳到 像这种怎么办 指甲的这个休息 装了水晶指甲 其实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保护 我们旁边的这个皮肤甲床 那保护这个甲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 擦一点点的乳液或面霜擦脸的 保护旁边的皮肤 也是要保护旁边的 看起来 和浅的一件事 猜要保护旁边的 但是你们还有没有 到这些坏的 息敲 摩托脸的 但它ño更可恙 这是大家 英俊 没有 第一个当然引前镜什么之类 一定要停戴 那这种美妆小物也要暂停 那可能要严重的要涂个药膏 把眼皮就是整个贴住 对 贴住 让它的这个伤口可以修复 那当然目前是还没有遇到说 被水晶指甲戳破眼睛的这种案例 我想戳破 因为眼角膜毕竟也没那么脆弱 但是刮伤整片上皮脱落 这个还蛮常遇到的 事实也是要让指甲休息 有的时候真的是卸下来 上面黄黄了 已经有霉菌在里面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指甲的这个休息 装了水晶指甲 其实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保护 我们旁边的这个皮肤甲床 那保护这个甲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 擦一点点的乳液或面霜 擦脸的 保护旁边的皮肤以外 那另外我们在定期 要把这个水晶指甲拿下来 拿下来你最好让它休息 一个一两个礼拜 那这样子一两个礼拜 在我们的指甲上面 也一样涂抹一些凡士林 或是面霜 增强这个指甲的一个 这个保护性 比较不会说在这一段 它在重新生长的时候 经常断掉 对 经常断掉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完水晶指甲 比较需要保护的 倒不是水晶指甲 倒是我们自己的指甲 是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到 最后一个就是 瞳孔放大片还有变色片 那我们其实之前 有一集节目当中 已经谈了很多这个 关于瞳孔放大片 变色片 要怎么样适当的使用 那其实很多人 因为带这个眼睛受伤 很多 超多的 超多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 你知道吗 以前女生 我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去做 雷射近视手术 他们通常都说 这样就不能瞳孔放大 对 现在的理由都是 这样就不能带瞳孔放大片了 我想说 可是现在已经有没有度数的 瞳孔放大片了 所以还蛮常遇到的 对 可是真的 最主要我觉得 瞳孔放大片的问题还是 有时候女孩子 因为你想看 每天要夾睫毛 双眼皮贴 瞳孔放大片如果说 对她们来讲 不可能用抛弃 因为这样太贵了 因为你想每天都这个 小朋友哪有什么钱 所以她们通常会选择 第一个是长袋型的 然后长袋型之外 她又怕买太贵的 所以她通常是 也不知道哪里买的 对 来路不明的 所以之前我觉得最扯的是 因为医生中 她看到一个女生 她带了那个变色片 对 戴了之后 那个永远染色 对 就落产的味道 真的 落产的 你就变成真的外国人了 变成蓝眼珠 因为合格的这种 角膜放大片 它的色素是像三明治一样 它是包夹在这个 透明的隐形眼镜中间 所以如果带的时候 这个色素理论上 它的设计是不会碰到 我们的黑眼珠 或是白眼珠 可是像这种 尤其是开过近视雷射手术 我其实门诊还蛮常遇到 他们都觉得 反正我不是为了看清楚 我是跟朋友出去 可是因为每个人都带 自己已经做完近视雷射手术 可是没有装这个配备 觉得很无神 所以她就为了眼神要犀利 她即使没有度数 她也要去买这种放大片 那她觉得不是为了看清楚 是为了漂亮 所以她就是在网路 买那种来源比较不明的 就带了以后呢 一整天下来又吃完饭 然后又去跟人家去喝个酒 回到家一拿下来 怎么黑眼珠还是蓝色的 天啊 那这种luxa怎么办 怎么把它处理掉 所以这个就要到眼科来 我们会用这个就是棉花棒 然后沾取一些这种 就是麻药局部的麻药 然后我们会稍微帮它刮 那其实感觉有点像是那种 转印贴纸 像以前小时候流行那种刺青贴纸 它就是像刺青的转印贴纸 然后因为时间带得太长 眼睛太干 它就整个转印在我们的黑眼珠上 那如果呢 有警觉性的可能还好 及时的拿下来 顶多只是角膜刮伤 但是如果放着很久没有去注意到 或者是一直反复重复的带 那一直印上各种颜色 那这种角膜长期下来很容易缺氧 而且容易细菌感染 可能某一天发现黑眼珠不但没有变蓝 是变白白 而且长浓了 那个就是角膜溃疡了 好惨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很厉害耶 有一个眼科医师跟我说 他们甚至现在还有买那种 游扣的产品呢 是你可以自己画花样的 那如果你轻轻一戳 发现它已经转印了 那这一副呢也不用带了 就赶快把它换掉了 整盒都不用带了 对 整盒都不用带 那原则上呢 比较大的厂牌 它会有做这种夹层的设计 那如果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特别许慕 因为它既然是它的优点 它一定会特别把它显露出来 黑眼珠不但没有变蓝 是变白白 而且长浓了 那个就是角膜溃疡了 好惨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很厉害耶 有一个眼科医师跟我说 他们甚至现在还有买那种 游扣的产品呢 是你可以自己画花样的 自己在瞳孔放到边上 对 它就是 就是你是画上去 它可以自己画 但是它画的面 就是不是靠眼睛那个面 是外面 但我想 即使是靠外面 你眼睛还是会闭着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对 它那种 买的那种商品 是可以自己画的 是 因为它万一颜色脱落 像我们的泪液 它不只是在表层 你如果这样眼睛扎动的时候 它会黏着在这个 上眼皮的内层的结膜 所以它一样会转印 那这种转印更可怕 它转印在内侧 是完全看不到 是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种 瞳孔放大片变色片 它的材质设计 因为它毕竟是透明 然后外加这个色素 所以它的厚度比较厚 那透氧度其实是比 一般软式的 透明显境来得差 而且差很多 所以这种如果长期戴 不但是会有这个 Luxia的问题 就算是品质合格的 是 戴久了也容易脚膜会缺氧 那缺氧的话 黑眼珠就容易水肿 长一些不正常的新生血管 那另外白眼珠 比较容易会冲血 那最可怕的是 我们的角膜的 内皮细胞的数量 会大量减少 那这个角膜内皮细胞 它会再长吗 不会 它很重要 它是从出生 就一直慢慢随着年纪减少 它只会少 不会增加 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 二十岁的人 他长期戴这种 角膜放大片变色片 那缺氧很严重 那他没有去注意 结果导致他的这个 角膜内皮细胞大量减少 所以他去测他的角膜年龄 发现也许他已经是四十岁 或五十岁的角膜年龄 那这个很可怕 是 大家不要以为说 角膜年龄老化 就像肌肤可以测肌龄 那角膜也有年龄 那大家不要想说 角膜年龄老化好像看不出来 事实上是看得出来的 像古代的人 像诗经就说 怎么样的眼睛叫做年轻又美丽 有一个叫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这个盼就是一个眼睛的目 跟一个分开的分 它什么分开 就是黑白要分明 黑白要分明 黑白分明的眼睛就是年轻 漂亮的眼睛 那如果角膜呢 这种因为缺氧的关系 导致他年龄提早的衰退 整个眼睛看起来会露露 对 黑的不黑 它会透光度很差 灰灰灼灼灼 然后白眼珠又缺氧 就充血 所以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看起来自然就不年轻不好看 是 而且会觉得你身体不好 对 会觉得这个眼珠有问题 我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戴隐形眼镜嘛 那有时候想戴角膜变色片 那我们要怎么选呢 是价格比较高的 然后进口的品牌 它是比较有保障 还是有一些台制的 它也做得相当好 原则上 当然还是以大厂牌为主 因为厂牌 来路不明的 对 来路不明 最好不要 那个吊漆的可能性很高 那大家可以怎么测试 其实你就买来之后呢 你就牺牲一片嘛 反正它如果真的会Luxia 你也不敢带了 你就用干净的棉花棒 然后沾那个水 像譬如说有角膜变色片 你就沾水 然后它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环状的色彩 那假设这个是角膜变色片 你就轻轻的搓 或是毛起来用力的搓 那因为这个是棉花棒 它其实是软的 那你又沾过水 就像我们的泪液 所以你这样轻轻的搓 它如果呢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 搓了一分钟 它都没有掉色 那基本上它的设计 就可能它的色素 是包覆在这个透明的夹层中间 那如果你轻轻一戳 发现它已经转印了 那这一副呢也不用带了 就赶快把它换掉 整盒都不用带了 对 整盒都不用带了 那原则上呢 比较大的厂牌 它会有做这种夹层的设计 那如果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特别许木 因为它既然是它的优点 它一定会特别把它显露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在选择这种角膜放大片 或变色片的时候 因为它的透氧度相对是很差 所以还要再注意看一个东西 叫做含水量 这个含水量 其实大家都有迷思 就以为说 含水量越高越好 其实不然 就是说正常一样的材质的时候 当它的含水量高 理论上它的透氧度也比较高 但是呢 对于眼睛比较干的人 或泪液比较少的人 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的含水量高 因为这种软式的隐形眼镜 它就像一个海绵一样 它是会吸水的 但是它的含水量高 相对它水分蒸发的速度也快 所以当我们戴角膜放大片 变色片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戴的时间尽量越短越好 就是说你特殊场合在戴 那如果说已经过了或下班了 你就赶快拿下来 或者是你上班戴一般的眼镜 那等有特殊场合要去约会 或party再戴上去 那尽量戴的时间 不要超过六个小时 那在选购的时候 如果有肝炎症 就是说自己呢 已经自己觉得自己眼睛比较干 或者是前一天有熬夜 或者是做了这种类液测试 确实证明 就是说类液分泌比较少 那我们反而要建议 在选购这个含水量的时候 尽量选购小于50%的 反而要选小于50% 对 如果戴的时间要长的话 不然你如果选得高于50% 你可能初期戴觉得很滋润 但是隔一段时间呢 它呢 像吸水海面一样 就会更干了 它会把我们眼角膜 正常我们的泪液把它吸走 因为它是为了维持自己的 这个隐形眼镜的含水量 一直在高于50% 可是它反而把你正常的眼泪都吸走 所以呢 如果要戴角膜 放大片或变色片 会建议大家 就是随身呢 要戴着这种 没有含腹剂的人工内衣 一定要记得是 没有防腹剂 没有防腹剂的人工内衣 对 因为任何的药水 或者是有加的 防腹剂的人工内衣 基本上都不适合再戴 软式的隐形眼镜 或者是这种 童口放大片变色片 在家 不行 对 因为你戴上去以后 它会把这个药水 里面的防腹剂成分 把它吸附在里面 那如果是日泡也就算了 因为你就丢掉 可是如果是双周抛 或者是这种常戴型的 你可能每天吸附之后 日附一日 它每天都 就是释放那个药水的成分 那这样久了 会很容易导致 我们角膜的发炎 还有缺氧会更厉害 是 那这个泪液补充呢 就是说它除了让这个眼睛 戴着以前镜的时候 比较滋润 比较舒服之外 它会提供这个泪液的交换 因为我们眼睛表层的氧气 来源是这个泪液的氧气交换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适当的补充一些 没有防腐剂的人工内 确实是可以让这个 角膜的这个氧气交换率提高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缺氧 是 好 还有提醒就是 艾美的女性朋友们 千万不要带着这个角膜变色片 放大片去睡觉 然后想说反正我隔一天起来 我眼睛又这么明亮 这是不行的 对 绝对不行 因为这个缺氧很厉害 如果带着睡 它等于整个眼睛在睡觉的时候 没有泪液 然后又缺氧 你眼睛张开会觉得好紧 对 有可能一早起来 运气好了就中奖 就角膜溃疡了 就有时候在门诊急诊 非常的容易发现 好 我们今天介绍了四个 让你变成梦幻公主的小物品 那每一个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漂亮 但是偶尔也让我们这一些 脸上啊 好 这些器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素颜也是可以很漂亮的 最后请三位专家 再给我们点小定理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论买什么 哪一个配件都一样 我觉得不要贪小便宜 除了比价钱之外 一定要比品质 然后就像刚才有些东西 你其实可以先不要往脸上 买的都往脸上弄 可以先试用 包括假睫毛的胶啊 或双眼皮胶啊之类 都可以先试试看 或甚至那个先涂一下 先试试看没问题 再往脸上用 毕竟脸对女生来说 是相当宝贵的 是 最重要的 是 好 非常谢谢三位专家 宝贵的意见 也谢谢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